雪原金山玩 玩完完 她还是要找她 就找到了许仙 找到了许仙 出身歌子戏世家的唐美云 21年前成立剧团 每次的作品都在传统中创新局 把歌子戏结合国乐 西方交响乐等 表演模式多元新颖 受到国家肯定 得到第38届行政院文化奖 我们遥控器拿起来 家里都有一百多台的电视 可以选择 那怎么样可以留住观众 让他们喜欢歌仔戏 从编曲上面 编枪上面 还有乐团的伴奏上面 其实观众听到的 他进到剧场来看 是一场很棒的艺术饗宴 秉持着要做就认真做的理念 致力推广传统文化 更连续两年前往马来西亚表演 深受海外民众喜爱 多年来已和大爱电视台合作 把歌仔戏融合否点故事 制作成节目 唐美云老师一直以来对文化的传承 跟深耕其实非常的努力在推广 那曾传统创新局是他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他一直希望说用歌仔戏去回馈这个社会 而今年另一位文化奖得主 则是台湾重要的客级作家李乔 常年推动客家文化复兴 小说作品则以写实风格为主 内容多是叙述老百姓间的生活 引发共鸣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民族